你跟着巴黎世家的走 却不知道 我的矿为三千八 童袭不讲武德 张图之前在朋友圈 真的广为流传 很多日常玩家 就是拿来嘲讽自己 当然现在的价格 早就不止三千八 二手的 就是穿过的鞋 价格都已经到了四五千 全新的 就甚至都挂到了 一万人民币以上 年轻人耗自为之 所以呢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双价值一万元的 邝威 不是 就是想来聊一聊 邝威这个牌子 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 对邝威呢 都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在果链呢 是1970比较火嘛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 来聊一聊 邝威Allstar里面的 几双经典的鞋款 以及它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首先我想请大家看一下 这四双鞋分别对应了 不同的型号 然后ABC中呢 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 那么请回答 正确答案是什么 答案选C啊 你们猜对了吗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 就像你女朋友问你 阿玛尼小胖丁和蓝扣290 哪个红色更加好看一点 嗯 宽威的鞋型呢 真的有非常多 就先不说开口下 OneStar什么的 就关我们今天要聊的 这个Allstar 它就有数不清的款式 其中在国内最被人熟知的 应该就是1970 那我为什么在标题中说 这款鞋在日本买不到呢 因为在2001年 当时濒临破产的匡威 因为想拯救企业 就把在日本地区的那个经营权 卖给了一个叫做伊藤中商市的一个企业 所以从此呢 日本这块地区的对于匡威的一个经营权 包括生产设计都是由日本人 他们自己开始管理的 所以匡威日本这个品牌就诞生了 所以现在的匡威呢 其实是分成了两个牌子 一个呢就是由伊藤中商市他们管理的日本支线 还有一个呢就是原来的匡威 它是属于世界线 那世界线呢 现在也是被Nike给收购了 国内这个牌子呢 就是属于世界线的 所以1970S这个鞋款呢 在日本你是无法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的 就日本的匡威 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牌子的那种感觉 就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不是除了70S以外 匡威还有那个最基本的那个鞋款 就连最基本的鞋款 日本跟国内他们的鞋款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那个后跟的标就知道了 好那既然说到基础款 就先从基础款开始讲起吧 基础款呢就是最入门的 价格也比较便宜 大约在300多人民币左右 就日本的基础款跟国内的基础款 他们是比较像 就是那个鞋头会比较肥大一点 总的来说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就不太推荐大家来购买 下一款呢就是最火的1970S 这个呢我刚刚也说过了 在日本地区是买不到这么一双鞋的 所以我现在手上没有 是复刻了70年代的鞋型 然后后脚跟的那个标是最经典的那个三星表 鞋头的话基础款是那个入白色的 70S的话呢是稍微有点泛黄 然后比较有光泽的 就是会比较有vintage 比较有复古的那种感觉在 鞋型呢也会比较修长一点 价格应该是在500多左右吧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好那接下来就要说到日本线了 那日本线的话除了我刚刚说到的基础款以外 最具有代表的应该就是这双日产 就它呢是复刻80年代的一个鞋型 它特点呢是这个帆布比较软 然后后脚跟和那个鞋垫上都有一个made in japan的字样 价格的话是800多左右 最后一款呢就是addict 可以说是宽威中的人上人 日本限定 然后一年只会发售两次 定价方面的话除了特别款和一些联名款之外呢 价格大约是在1000人民币左右 那么addict的特点呢就是它的用料 就是帆布的用料是比较厚实的 这个跟日产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鞋带呢它用的也是百分百的一个纯棉的鞋带 就是会有一点微微泛黄 它的鞋型呢是60年代的一个复刻 虽然6070是80 它们的鞋型非常非常的像 但是细节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虽然它的后跟标跟70S一样是属于三星标 但是它的鞋垫跟这个底都跟70S是不一样的 这个底呢用的是Vibram的一个V底 特点是方滑 我相信对户外感兴趣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 但是由于很多潮流人士的带货 以及很多牛逼的联名的存在 所以价格呢是被炒得很高 就像视频一开始里面的那双 野口墙 Oliwood的那双三方联名 还有一项比较著名的西山皇 都是限定款 这里要注意一下 虽然基础款跟日常款 都是出过黄色的配色 但是就是人们说的西山皇 指的就只有是 Addict的那个黄色的配色 不要搞错了 好了说了那么多 你现在能对开头那四双红鞋子做出趋风了吗 总结 宽威日本的话 它有基础款 日产 Addict 宽威就是日本以外地区 它是有基础款 然后1970S 当然除了这几款以外 还是有很多细小的分支 今天就先不说了 那如果让我推荐的话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就首先无论是日本款 还是非日本款 它们的基础款呢 我都是不推荐的 就大家不要买 如果你是想买一个 宽威的一个鞋型 去想做一个搭配的话 那我肯定推荐的是1970S 就首先它价格也是只比基础款 高个一百来块 但是它鞋型会酷很多 所以我是比较推荐的 那如果你是对日产的这款鞋型 比较亲友独钟的话 那就加点钱入日产吧 如果你是日朝的终极信仰者 又不在乎钱 就果断如Edit 好吧 各种怜悯随你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请不要忘记点赞 投币加转发 还有收藏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什么 你想买一双穿得舒服的 那就不要买狂威啊 下期视频就应该乱要点改动 但我们下期视频shirt然後再加制